講一下,第一個動作是我們其實是模擬滑鼠鍵盤篩選功能 但是只是我把它寫成程式而已 那至於要怎麼寫,首先第一個,現在我們一樣可以按下篩選,這個我是多增加一個按鈕,但你可以不要用按鈕的方式 我們上次講過就是去判斷說它裡面有沒有變動,它這個篩,只是說你會發現它其實還是會閃動一下 只是太快了,有沒有 那如果你電腦比較慢的,就會感覺它只有閃一下,實際上它有篩選,那畫面是有改變一下,只是速度太快,所以你會感覺不出來 那程式撰寫的方法第一步,一樣是開發人員,Video Basic 那這個當然我可以,假設我這邊篩選,假如說我要重寫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拿上面這個程式來改都沒關係,直接複製貼過來 然後把這個名稱改成篩選 然後我們其實只要留什麼,留第一個註解就可以了,第一個 清空之類,這個部分一樣 那再來的話我們要做篩選,那篩選呢 如果你用滑鼠鍵盤 點是剛剛那個動作,可是如果要寫成程式的話,第一個,你要告訴他你要篩選的範圍 那篩圍包含藍位名稱,所以我們跟他講篩圍,Range Range的話跟他講說我們從哪個呢,從A1 A1,開頭在這裡 到1的12,所以你就冒號 112 跟他講說篩圍在這裡 OK 那點下去之後的話,跟他講說我要篩選,篩選的話就是Auto filter Auto filter Auto filter 這個,你打那個AU大概就出現了 Auto filter 指的就是篩選 篩選之後的話要給兩個條件 你把它按空白鍵 它會出現一堆的條件 有沒有,那第一個的話就是field field的中文意思就是哪一欄的意思 哪一欄 就第一欄 OKOK,那你幫我篩選的條件是第一欄 逗點 第二個,你會發現這個初體字會改變嗎 叫做什麼 這個叫criteria 1 Criteria就是條件的意思 白話意思就是你要找什麼 那我要找 就是根據什麼 根據 這一個 哪一個呢 根據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他去幫我找這個範圍 幫我篩選出來,所以我們很簡單的方法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放在這裡 那怎麼取得裡面的資料 很簡單,最簡單的方法的話 就是用range range跟他講說是h h2 h2裡面那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所以呢他會把什麼呢 把這個h2裡面的資料 假設是三班 放在這裡之後的話呢 再去跟什麼呢 跟第一 第一欄就這個 裡面比對 如果是三班就留下來 所以這樣就留下來 可是問題 如果留下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 接下來要做什麼 就是把找到的那一些資料 call到這邊來 那怎麼call過來 這個call過來的話 其實蠻簡單 我們可以拿這個來複製 把 a1到 e10 可是問題我要call的話 其實 a不用 然後a1也不用 所以記得把這邊改成什麼 把它改成 從b開始 那欄位名稱 這個上面這個不要 不然如果你這個要 你如果打1的話 上面就會有 那如果把打2的話 他就會什麼 只從b2有沒有 然後call call到這個 b12 反正呢 只要 那個 篩選的時候有顯示的 就幫我call過來 所以如果沒有顯示出來的話 那就不會call 後面的話你就打一個 Copy就可以 電 Copy 他會出現 在空一格 你按空白鍵 他也會出現說 他要 後面還要再加什麼 他其實會提醒 Copy後面的話就會加一個什麼 Distination Distination就是你要放哪裡 目的地 你的Distination在哪裡 我Distination就在這裡 G5 所以你跟他講說 你幫我放在range G5的位置 就是儲存格 G5的位置 那如果多的話 就再往 往下幫我把它 延伸出去放就可以了 OK就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還蠻方便的 把找到的東西 Copy到我要放的那個位置 好 然後最後的話記得只要再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剛剛有執行篩選 所以篩選 這個是打開 關閉的話很簡單 關閉的話你就再把 這 資料 這一行的資料 有沒有 這一行的程式 把它複製 但是後面這兩個參數不用 就是直接很單純的 叫Auto filter 這Auto filter 意思是把那個篩選 關掉 這樣子 我們 程式 就寫完了 OK 所以比起來的話 當然如果比起 上面寫的 跟下面寫的 你會發現 要是我們平常做的話 當然會選擇 比較簡單的嘛 如果比起來的話 程式基本上 會比 比剛剛好的 簡短 另外 特別提示一下 請各位自行再加一下註解 我剛剛有講 註解什麼註解 上面比如說 這邊 當然你註解 不一定要寫的跟我一樣 比如說你就了解下面的程式 比如說 這個什麼 範圍 註解是必要的 所以你的那個作業裡面 一定要打註解 範圍 範圍 你就可以 這個 A1到 這個 其實你可以用 篩選 好了 篩選 這個範圍 然後呢 條件 反正這次自己打一下 為 H 2的出存格好了 OK 出存格 反正就 然後查詢好了 查詢第一欄 如果相關的東西假如不太清楚的話 可以 再查一下 查一下那個 那再來就第二個 再來就是 再把資料複製到 G1的儲存格 然後第3個的話就 第3個就是 關閉那個篩選 關閉篩選 請各位自行再把上面的 這個 註解 分別把它加上去 然後完成這個動作 最後當然呢 我們還可以再加一個按鈕 按下它 有沒有 它就會出現我們要的 按下它 當然如果未來你不要這個按鈕的話 其實也可以複習上個禮拜 你就直接 怎麼樣 把 這邊 再增加一個什麼 你找到這個 註解物件 在這邊呢 加上一個所謂的那個 事件驅動 當這個工作表 裡面的資料 假如發生 改變的話 就是 這個 還記得 我上禮拜講 這個工作表 記得哪一個 你要找一下 我這邊叫篩選 這個工作表裡面 如果發生改變的話 那做什麼呢 判斷一下 它是不是 變動的那個 是不是H2 所以如果 一副 變動的那個儲存格 那我這邊可以用Target Target.address 變動的那個儲存格 如果等於什麼呢 H2的話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 H2 然後 Endif 所以 如果這個條件 意思說呢 變動的那個儲存格 假如是H2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我就呼叫那個篩選 呼叫 前面再加個call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名稱複製起來 打一個call就可以了 call篩選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子做完之後的話 就等同是你下一次 這個按鈕就不用了 你直接點它 它這邊就 就會出現我們要的東西了 蠻方便的 而且程式並不多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一段 先把它玩 來 順便 待會我們 順便休息一下 下課休息 待會再來 看後面的範例 好 掛了 現在 關門搜尺 關門搜尺